中义普通学术单元寺 差不多先生 有这么个人 他姓差 名不多 你一定见过他 一定听别人谈起过他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 和你和我都差不多 他有一双眼睛 但看得不太清楚 有两只耳朵 但听得不太清楚 他常常说 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 何必太认真呢 他小的时候 妈妈叫他去买红糖 他买了白糖回来 妈妈骂他 他摇摇头说 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后来他在一家店里做事 记账时常常把十写成签 把签写成池 害得店里亏了不少钱 老板气得骂他 他却笑嘻嘻地说 签字比十字之多一小撇 不是差不多吗 有一天 他要乘船到外地去办事 结果迟到了两分钟 轮船已经起航了 他望着远去的轮船 摇摇头道 轮船公司未免太认真了 8点30分开船 同8点32分开船 不是差不多吗 他一面说 一面慢慢地走回家 心里不明白 为什么轮船不肯等他两分钟 有一天 他忽然得了疾病 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大夫 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 一时找不着东街的汪大夫 却把西街的兽医王大夫请来了 差不多先生躺在床上 知道找错了人 他想 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 让他试试看吧 于是 这位王大夫走进床前 用医牛的方法给差不多先生治病 结果不到一个小时 差不多先生就断气了 差不多先生临死前说 活人同死人也差 差不多 凡事只要差 差不多就好了 和 何必太 太认真呢 生词朗读 记账 亏 铁 治病 哇 死人